台南人会吃也懂得吃是大家公认的天生美食家 尤其早餐之丰盛更被掏客封为全台第一 像是牛肉汤是用上百度高温的蔬菜汤 淋上切的薄薄的鲜美牛肉片 就是一碗丰盛的活力来源了 而在府城卖牛肉汤的知名店家是很多的 但是卖得最久的应该就是这一家超过70年的老店 第一代从日本时代就开始做牛肉汤 能够屹立这么久 想当然的一定有两把刷子 除了牛肉新鲜汤头干美 这老板呢可是认真的对待每一碗牛肉汤 而且不放过任何的细节 更是受到顾客肯定的认真滋味 来 里面请 两个牛肉汤一个炒鸟杂 牛肉汤来 很多吃了非常多吃了 三人从台北来吃 对啊 有来 下来就会来吃 那有钱发算了 做高铁 重温记忆中的道地台南味 老韬这一家专程从台北飞奔安平运河边 就为了一碗热腾腾的灵魂牛肉汤 讲得出品就有吃过 这家大概可以抬到前两三名就有了 96分好了 成本太高了 成本太高了 我们在台南的饮食市场毅力超过70年 没有装潢的店面厨房内绝对不止两把刷子 台南的饮食市场毅力超过的 我不敢说我最早费的但是最久了 61岁的老板谢维富 31岁从父亲手上接手摊子刚好满30年 是台南标准的牛肉汤达人 牛肉哪个部位好吃问他最清楚 鸡鸡肉 鸡鸡肉 它就是在这个牛 它的背后 那个蒙骨它的整个融起来的皮 都背后两条 然后肩胛 鸡鸡肩胛肉香气足有嚼劲 价位清明嬉皮直高 是谢家牛肉汤的主力班底 当天凌晨在善化宰杀后 两小时内立刻送到谢维富的砧板上 跑丁解牛前得先做细部整容洗牙 去油挑筋是省不得的口感细节 整个鸡鸡肉旁边的油花 那种油不好吃 我们要吃油花是分布在这个肉里头 你不知道我们台南人 台湿到不够肉 真的很挑 每档的肉汤都大同小异 说一下 用心的地团 虽然不是食祖 但绝对是台南第一批牛肉汤店家之一 谢维富的父亲从日本时代开始 在当时最热闹的大菜旗卖牛肉汤 生意每天抢抢棍 谢维富从小就得在家帮忙 对牛肉的肌理脉络 辽若指掌 逆纹像切 逆纹方向切下去 下去创摊的时候 它出来就整片都会膨胀出来 很好吃 你就顺纹的话下去 它就会揉起来 厚度都差不多 切下来都低至0.2公分左右 手脚俐落熟练 谢维富不说还真的看不出 它几年前发生车祸 伤到脊椎体力大步如前 占没多久就得稍微休息 但做了30年的工作得继续坚持 每天凌晨两点起床 备料上工 再辛苦不能放弃 完全出自当年对父亲的承诺 和对老客人的情感 如果做几个月来说 他想要脱油 看这些鱼肉酸就要做 他说好 他不要让这个招牌 在台湾市就从此之后 消失掉 他说阿渡结婚 我看太太说 不然我们把这个做起来 谢维富忙着切牛肉 另一边大锅里也没咸着 牛肉汤的灵魂汤头正水深火热 牛肉汤 鸿梨 放到年纹出来 放大骨 大骨 放到年约干净 然后放牛腩 牛腩 牛腩 牛腩又干净 放牛肚 牛腩 又干净 放隔壁菜心 菜头 负责熬汤的是老板娘的表哥董震东 对吃超级讲究 是知名的刁嘴王 谢老板受伤后 特地请他来帮忙助阵 才能应付繁重的工作需求 要用酸鸡 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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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酸鸡 不能咬鸡 牛肉汤 如果放牛腩 牛腩很多 我比牛腩汤 我会很爱吃 对吃很香气 以前我的酸鸡 酸鸡 萝卜 熬出蔬菜清甜 牛腩牛肚磨杂下锅增加油脂 让汤头滑顺有牛肉香 随时绿渣保持清爽 四小时火力全开才有一口鲜美清汤 若董霜在这三个店 如果大鸡就差不多六个店 如果过年是十多店 过年是十多店 烤都没力了 七十年牛肉汤其实与时俱进 爱吃的狗真东 只要听到哪里的汤头厉害好吃 就会想办法吸收 成为老店的新味觉 有人跟他讲说台北 哪里的牛肉都好吃 他也跑去台北吃 他你要给他出钱吗 我不用 他比我还要有钱 不在细微处马虎的鲜美牛肉 遇上甘甘米蕾的层次汤头 三秒钟让舌尖味蕾飘飘欲鲜 沉浸爱河 谢家的另一项招牌 还有这一锅赤艳的红麴牛肉羹 牛肉切片嘛 然后豆腐乳 红麴 红麴 糖 一点盐巴 就这么简单 可是很好吃 红麴的养生概念 柔和豆腐乳的甘甜 市面上少见的独家味道 是老店创造市场 吸新台币的抵杀剂 如果我年纪大 我就没有那个力量 现在要年轻的来接手 要暖 要暖还要酸 揉捏甩鸭 做完马刹鸡增加弹性 红麴牛肉冰镇两小时发酵后 就可以浸泡红麴汤里 成为店里超级品财 讚 好吃 这样的味道 老板娘 蔡秀云在料理台前 咬汤烫肉专业食足 但下入牛肉汤大户前 她可是从来不是有滋味 坦白讲 那个年代 我们娘家是不吃牛肉的 是不吃牛肉 我要嫁过来这边 我们娘家还开会 不要让我嫁过来 这里是卖牛肉 也在订婚后 为了帮忙先生做生意 才吃了这一辈子的第一口牛肉 这一口鲜美 让她心甘情愿和先生 一起接力 擦亮第一代创立的好口碑 吃了第一口 第二口 天哪 怎么这么好吃的牛肉 我以前都没有吃过 牛肉竟然这么好吃 比猪肉还好吃 真的 之前都白活了 是真的白活了 真的白活了 还在这 第二代夫妻做了三十年 现在最大的愿望 儿子在外头磨练几年后 能够回家接第三棒 让实在的八十年台南胃 加入新意 继续调香 我只有一个儿子 因为做这个很辛苦 非常辛苦 半天就要请 我感觉这不感觉 太累了 真的 但我好像没吃 他一定要回来接 有点要成船 有点要成船 重视传承不怕辛苦 自家牛肉汤成为 台南最老招牌 一点也不偶然 最后你打拼了 你能吃不饭吃 本座打拼 协为故要传承给儿子的 除了牛肉汤的鲜美滋味 还有专心仪役的回复秘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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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